谈论不同剧情看尽人生百态 大家好 欢迎来到女汉子说电影 孙悟空齐天大圣被很多导演翻拍 可这部《斗战圣佛》却是把孙悟空黑得最惨的一次了 故事的开始 二郎神带领天兵和一只魔猴激烈的战斗 话说这猴子长得真是黑 简直就是非洲的野猴 魔猴虽然长得丑 但法力却十分高强 打个哈欠就能烧死这群天兵 二郎神误以为他是孙悟空 两人打在了一起 最后魔猴使出了降龙十八摸 把二郎神打成了重伤 又用火眼睛睛干掉了二郎神 转眼到了21世纪 我们的男主孙小凡是一名屌丝漫画家 从小就在孤儿院长大的他 每天梦想着自己是个富二代 开着豪华游艇 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然而现实的残酷不得不让他低头 自己辛辛苦苦画的西游记漫画 很多公司都瞧不少 但他相信总有一天 会碰到那个认可自己的人 隔天一起床 小凡就被一个胖子追赶 胖子告诉他自己是猪八戒 而他就是孙悟空 小凡以为遇上了神经病 吓得撒腿就跑 某天晚上 小凡和女友来找院长 不料此时的院长放出一缕巨大黑烟 只见对方想要攻击自己 两人瞬间逃跑 关键时刻 八戒出现了 用照妖镜制服了妖怪 又用保护路收了他 就在这时 院长也显露真身 原来他是土地公所变 只为保护小凡的人身安全 眼见时机成熟 就说出事情的来龙去脉 话说 当年悟空护送师父取得真经后 成了世界第一 便打算将自己的肉身 打入凡间 好好修行 殊不知 当年魂魄被压在五行山时 产生邪念 以身 最终变成了一只黑暗魔猴 厄运即将来临 说完 土地公就回天庭了 于是猪八戒开始帮小凡训练棍法 祝他早日便会送悟空 可到了晚上 他依旧会做梦 渐渐的还和对方熟络了起来 还跟对方学起了真功夫 这样自己的棍法 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很快就能打赢八戒了 此时小凡也开始有了变化 这天 他在梦境里询问对方是谁 对方让他穿上战服 只要穿上 就可以收获无穷的法力 正在自己犹豫之际 八戒忽然赶到 并利用照妖镜 让对方献出原形 原来他正是黑暗魔猴 眼看自己行迹败露 便抢走了小凡的女友 远程送往五行山 两人随即去五行山救人 八戒直接取出芭蕉扇 紫红红葫芦和捆仙绳等法宝 都无法对付魔猴 随后八戒献出了原形 变成了野猪 但依然不是魔猴的对手 小凡也被狠狠地狂揍一顿 魔猴还当场杀死了小凡的女友 这下惹怒了小凡 他开始发动法力来召唤 谁知他常用的画笔 变成了金箍棒 飞了出来 大圣套装也穿在了身上 此时的小凡 找回了自己 变成了齐天大圣 两只猴子打在了一起 实力也是旗鼓相当 魔猴发威召唤出分身 孙悟空和金箍棒合为一体 瞬间干掉了分身 随后魔猴使出了火眼金睛 却不是孙悟空的对手 被烧伤了眼睛 就在他干掉魔猴时 突然女友化身为锦箍咒 戴在了悟空的头上 并要求他一心向善 电影最后 他成功用善念感化了魔猴 随着一道金光闪现 悟空终于成为了真正的斗战圣佛 看完这个剧 给我悟出一个深刻的道理 男人要好好对待身边 一直陪着你的那个姑娘 别到时候失去了 才知道珍惜 感谢收看本次的视频 喜欢都不要忘记 关注转发哦